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TML5绘图 那我们已经学过了HTML5绘制图形 然后绘制位图 绘制界变等等 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实例 就是我们用HTML5来实现一个简单的五子漆 用到的素材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个黑子一个白子 还有一个背景图片 所以把这三个素材我先做个复制 复制到我们HBU点里边 放到Image里边去 好我们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叫Game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个画板 Kavers 把它呢放到个DIV里边去 Style Wise 600px Hat 600px Margin 30px Auto 好把它集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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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ntrax 把这个画布 Kavers放进去 ID 看 YS 给上600 Hat 也给上600 好 给上一个Border Border给到这边算 Border EPX 实现 好 先运行 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集中 好 这样集中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作为棋盘 那给它设一个背景 设给这个DIV也行 设给这个画板也行 无所谓 那我们设给这个DIV吧 Background 没有提示了 就重启一下 Background URL BK 好 运行 那我们在这地方 再画什么呢 画一格一格的格线 这地方我们定一个 二维数组 作为棋盘 Script Language JavaScript Warmaps 复制于 New A-R-A-Y 构建一个数组 FOR In Warm i 复制于0 I小于 Maps 小于15吧 我这给放15个元素 I++ Maps Maps 在复制于 Nu A-R-A-Y 再复 Var Var FOR FOR J 小于15 J 加加加 那么现在给一个 Maps I J FOR 0 0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出时长度 15 15 我们做一个15行乘15列的一个东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应该在这里边画出一个表格 画出这个棋盘的线 那我们让它每一格画一个线 每一格画一个线 这样来做 好 那么现在 这儿定一个 Var Canvas 就复制于Document 没有提示 Ctrl S 保存一下 重新打开 Var C Kavars 复制于Document GetElementById Kavars CN Var CTX 复制于 Document 2D 那么怎么给它画这个线呢 我们画很多很多的这个表格 画很多很多的矩形框 画矩形框 我可以调用一个CTX D StrokeStyle 等于比如说是黑色灰色吧 锦号 CCC CTX Stroke Stroke Rect X坐标和Y坐标 这怎么写呢 X坐标和Y坐标怎么写呢 我们看看 我还得循环迭代这个数组来实现 那就是 Fall Int Inti 复制于0 I 小于15 I 加加 Fall J 复制于0 J 小于15 15 J 加加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不能用Int 因为加画写习惯了 这地方我们第一次算坐标 一小格呢 我们给上40个相组 那宽度和高度呢 都是40乘40 那前面坐标呢 行坐标和列有关系 那么就是J乘以40 好 我看看Y呢 和I有关系 I乘以什么呢 40 好 那么看能不能画出来 没有画出来 那就先执行它 后执行它 所以这儿有点问题 那这地方呢 我们把它单独写一个函数 这地方给一个 body unload init 那这儿我们写一个function init init init做什么事情呢 做这个事情 contra x 看这样行不行 刷新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棋盘就画出来了 这个颜色呢 我们给它再浅一点 ccc 给上一个 aaa 给个666 好刷新一下 好 棋盘画出来 或者 或者 接近于白色的一个线算 接近于ff 白色的线算 好 白色的线 那么在这个棋盘上进行什么呢 下字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点一下它 点一下它 就在这下一个字 点一下它下一个字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好 这个棋盘的初始化呢 我们先做到这个地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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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